如果要问大家最近的天气怎么样 我想就一个字热 那是相当的热呀 据说今天呢是上海140多年来 气温最高的一天 很多地方的温度都已经超过了40度了 那以下要出场的这位明星 我想他真的不适合在这样的大福天里出现 因为他竟然还穿着鱼绒服 身着羽绒服不停的扇扇子 陈宝国你究竟是冷呢 还是热闹 顶着40度的三福天 高温身着羽绒羽绒服 宝国老师以潇洒的模样逆袭时尚界 感情真是中年版F4的起